好 接下來要上的東西就叫做季節 第一件事情 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軌道叫做黃道 它是一個形狀 是一個橢圓形 然後太陽在其中的一個焦點上 也就是說地球會有的時候離太陽比較近 有的時候離太陽會比較遠 比較遠 不過我們這個橢圓形非常的遠 非常像一個正遠 所以其實近跟遠差的不會太多 然後你在黃道上繞一圈 你在黃道上繞一圈 我們叫做一個回歸年 有365又四分之一個平均太陽日 有365又四分之一個平均太陽日 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圈叫做一個回歸年 有365又四分之一個平均太陽日 這是簡單的基本的東西 然後重點 地球的自轉軸沒有垂直黃道面 歪了23.5度 因此造成地球公轉一圈的時候 陽光直射的位置會不同 陽光直射的位置會不同 好 第一 要背23.5度 第二 不是所有的角度都是23.5度 不是所有的角度都是23.5度 我們說地球的自轉軸歪了23.5度 自轉軸 自轉軸 黃道面 赤道面 這是黃道面 自轉軸沒有垂直 歪了23.5度 歪了23.5度 那所以這個幾度 沒有垂直 我歪了23.5度 所以這個幾度 這叫做黃赤膠角23.5度 黃道面跟赤道面加23.5度 好 再停 我沒有垂直 我歪了23.5度 請問你自轉軸跟黃道面加幾度 我沒有垂直 我歪了23.5度 那麼這個夾幾度 停路 90-23.5 66.5度 要背23.5 不是所有答案都是23.5 看人家寫哪裡 看人家寫哪裡 要背23.5 那因此就這樣了 好 來 E表示赤道 E表示S是上太陽 所以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 陽光在哪裡 南偉23.5度 右邊這個在哪裡 北偉23.5度 從南偉到北偉 中間要經過赤道 從北偉到南偉 這個要經過赤道 所以上下兩個叫做赤道 OK 所以陽光直射的位置會改變 陽光直射的位置會改變 那麼這個直射的位置的改變就是 直射肥爾23.5度 這一天叫做夏至 二三點五度 碰到它就要回頭 所以叫做北回歸線 照射南偉23.5度 這一天叫做東至 碰到它回頭 所以叫做南回歸線 所以夏至就叫做 夏至就叫做 直射肥爾23.5度 東至就叫做直射南偉23.5度 中間還有一個經過什麼 赤道的對不對 還有一個春分或者是秋分 春分或者是秋分 OK 好 來回來 這一張圖 畫的時候 有人箭頭朝左邊或朝右邊 轉的方向 你大部分都看的都是逆時鐘轉 我考過 四時鐘轉 不管它怎麼轉 你就有認出來 誰春分誰秋分 誰夏至誰東至 第一個 夏至東至怎麼認 照哪個半球 照哪個半球 左邊照什麼半球 北半球 左邊照哪個半球對不對 直射哪個半球 東至 右邊那個呢 夏至 有人就說那個屁股跟頭 北半球是頭 南半球是屁股 屁股朝太陽 東至 頭朝太陽 夏至 隨便你 OK 第一個 任夏至東至 這個問題問 那誰春分誰秋分 誰春分誰秋分 上面上下 上跟下誰春分 上跟下誰是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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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誰是春分 二十二 上跟下誰是 起立 上跟下誰是春分 不知道 面帶微笑 男子安大丈夫說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是答 來 坐 第一 如何分夏至東至 看照哪個半球 二 如何分春分跟秋分 看他怎麼轉 這一題怎麼轉 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對不對 那剛剛跟你講 這是什麼時候 這是什麼時候 右邊是什麼 右邊是夏天對不對 逆時鐘轉 夏天晚上換誰 夏天晚上換秋啊 秋天晚上換什麼 冬啊 冬天晚上換誰 春啊 所以上面是秋分 下面是春分 被分嗎 我再說一次 這張圖 不管我的箭頭是朝左還是 朝右 我轉的方向是順時鐘 還是 逆時鐘 你就要給我認 認什麼 誰是春分 誰是秋分 誰是夏至 誰是 冬至 你就要給我會認 你就要給我會認 OK 照北半球夏至 照南半球冬至 根據轉的方向 春夏秋冬 知道誰是春分 誰是秋分 就是我們學的方式 OK嗎 OK